这个车有拐弯 这是一个快餐车 卖快餐的 然后还有好多事情吧 我还跟我妈说 我说好多年之前我在北京工作 因为我爸是在天津看病 然后他那个医院 他那病已经确诊了 我就设计后续的复查就行了 他经常的往返于老家跟天津之间 天津那边虽然有亲属 但是也都不怎么走动 也不方便 我在北京那边工作 还租着房子 我就联系我们同学 我们同学的爱人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工作 他的爱人找他们医院的相关人 人士 就是把我爸的病例就转到北京 我还挺高兴啊 我说这以后我爸就在北京 我那块租房子 当时我在清华院里租的房子 我自己住一间 有一间空着 然后就想给我爸来回看病住 我爸非得让我退 我说不退 我说这个就空着吧 当时在清华园院里租 完了后来又到小街桥那边租 租的也是独立的一个住房 虽然面积不大 两室一厅 但是也是单独的一个 自己租的一个这样的 有一个多余的卧室 给我爸留着忙 就想着有一个照应 结果后来我爸突然决定 这边已经接收了 然后我爸又决定 不转了 又继续在天津 瞧病复查 然后我说 我说这都转好了 我说在这边也一样 我爸不高兴了 训斥我 你适合居心 我想我有什么居心呢 我没什么居心呢 就是想着在这方便点 我能照有你 但是后来还是我爸坚持 又转回 又转回天津 很难 那时候你跟家人 之间相处也很难 包括前段时间给父母 他们买手机 结果 大宝的手机是先收到的 在同一家买的 全新未拆封的 这么多垃圾 三星弄的手机 大宝收到之后 发现 是一个 三星级质量非常差 就是各种毛病 耳机子也电人 电池也不好用 语音也咋啦咋啦响 然后就决定退 所以父母那个呢 我也就 联系卖家 就拒收了 就退了 后来我爸就有点不耐烦了 说以后别买这些东西 我都不收 以后都不收 然后我哥也说 对呀 你有那个心思 你就赚点钱回来 我跟我妈也说 我说按说 其实这个我倒不是说 背后说谁 我说按说 如果我处在我哥那个角度 可能会说一些 打圆场的话 我可能会劝父母啊 我说这个毕竟是 弟弟的一个心意 你就收下呗 对吧 但是我哥其实 讽刺我吧 说 有效性 你就赚点钱回来 不用买这些乱七八糟的 都用不上 然后我哥还发来 我爸妈手机的那个配置 我爸妈用的是 小米手机啊 然后表明说 这个小米手机 配置已经很高了 足够了 不需要你那个买三星手机了 其实我想的很简单 就是父母年长大了 他们用那个手机 用手指头戳那个屏幕 可能不得劲 那个三星手机有一个笔嘛 这个笔可以很灵巧的 在屏幕上按呀什么的 然后哥又说 这个笔呀都是过时的产品 你怎么那么怀旧呢 然后我又解释 我说这个笔跟以前的 老实的那个笔不一样 这个笔可以遥控 遥控拍照呀 或者什么的 反正总之很方便吧 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现在越来越发现 家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很微妙 你心里是这样定位的 但是对方他却不这样想 这种 后来我也想 自古以来可能 有不少人 最后他这个人生 弄得一塌糊涂 甚至后来出了人命 其实都是这种家庭内部的 这种冲突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 有的时候 适当地远离家庭 也许是对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大家保持距离 我们只是 有着血缘关系的路人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 我哥 也给我发了一些 小视频 标题是 还是社会主义好 什么美国这边 超市卖的东西 都腐烂变质 物价上涨 买不起了 美元贬值 就是发这些 就是总是试图 来说服我 就是说 说服我 说美国这边不好 总之就是不好 不好 就是不好 我也很无奈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就成了这种 价值观的这种 对立 当然我哥他们孩子 小的时候 我也总带着我哥 他们孩子玩 逐渐孩子长大了 读书了 走上工作岗位了 我这做老叔的 也想着 跟他们孩子 微信联系一下 交流交流 问问情况 对吧 有没有出对象 工作顺不顺利 我仅仅是从 这个角度 想着去加微信 但是问了几次之后 都没有回应 我哥好像刻意的 怕我加 他们孩子的微信 包括我姐也是 反正总是 行吧 反正一切都过去了 小的时候 我哥 我姐他们孩子小的时候 我带着他们玩 现在呢 他们既然从 价值观 从一些认知方面 想过 远离我 我觉得也行吧 也行吧 人生就是这样 你没有办法 去强求对方 按照你的方向 去生长 所以呢 亲疏随缘 就只能这样 这轨道 现在我反而觉得 释然 浑身轻松 我跟我妈说 以后我也不会给 家里买东西了 这些东西 就做个纪念吧 我还给 父母拍了 几包酒精消毒金 那种试用装的 因为 最近买的东西比较多 微信里 余儿也基本上 没什么了 但是我看着 有一个酒精消毒金 试用装 是五包 三分钱 后来我怀着 好奇的心情 拍了一下 三分钱 五个独立包装的 酒精消毒金 觉得真的很神奇 然后 在拼多多 拍的其他商品 反了一些优惠券 也试了一下 好像不能用 怪怪的 所以我现在已经厌倦了 这种什么 什么折扣啊 反券了 比较厌倦了 包括前段时间 买 英汉大刺点 也就是直接在美国这边的 网站上买了 因为这边 直接下单 就能优过来 没有那么多 纠结 我特别探满 国内网购 现在还没有打通 世界这个环节 我真的很叹气 没办法 就这种意识 现在已经 经济真的 应该是 整个地球都 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从这个小小的病毒 到这样的物流 但是现在国内仍然 大的购物平台 没有打通 世界之忧这个通道 还得通过中间 找人转运 转的 觉得好麻烦 很无奈 所以我可能从内心 现在逐渐的 跟国内在剥离 我要逐渐的把重心 回到美国这边来 现在也在 逐渐的剥离吧 就是 有些东西 你不要再留恋 这个 看它有人 土上彩色了 有些东西 不要再留恋了 该去的 它就去了 就像 一棵小草 一棵树 它的雕王 它 雕零了 它死去了 那么 这是大势所趋吧 这个人怎么在 我右边超车呀 这是个老外 很危险啊 你看它的右边超车 真的是 不会骑自行车的主 现在 自己 我觉得可以说是封一足食吧 虽然都里没什么钱 但是 基本上不用担心 自己的生活状态 然后对于 这边的人生目标呢 我越来越觉得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的时候 你要全身心的去生活 去体验 而不是 整日忙着赚钱 我觉得 这一定是对的 如果人的一生 都在赚钱 我觉得是很可悲的 就像以前 我父母他们小区 以前那个小区 他们楼下 是一个 大厅 有人卖菜 什么的 有一位 好像是 多大年龄啊 一位女士 大约50岁吧 在卖菜的时候 突然 突发心脑血管疾病 就去世了 我觉得很可怜啊 他们就在那么一个 大厅里 中日在那里闷着 也没有机会去 外面的世界看一下 古人所说的 读万件书 行万里路 现在呢 交通这么发达 行万里路 变得很简单 坐飞机半天 一天 就飞到地球的另一边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年轻人 去珍惜自己的年轻时光 反正我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遗憾吧 如果说有呢 可能就是情感方面的 曾经 对一些人有愧疚啊 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情感 还是对父母的 这个情感 我可能觉得 愧疚我妈妈的多一点啊 可能 在自己叛逆的时候 这个路灯还亮着 在自己叛逆期的时候 可能那个 那几年呢 可能对妈妈 我可能态度不太好啊 有的时候厌烦啊 觉得好像 这样 母爱呢 好像有点是负担啊 就是有的时候 人会有这种心理啊 就觉得很厌烦 他对你 越好 你越烦啊 我后来也在自责啊 这边农贸市场 今天有农贸市场啊 这样不会造成群聚传染吗 然后现在呢 好在可以 每天去上传视频 把美国这边的生活情况 分享给妈妈 觉得比较欣慰 另外呢 买一些东西 对 我上次跟我妈妈视频 聊天 然后她突然的 我妈妈有点紧张 视频一接通 她就不停地用手去 抹散脸啊 反而后来 我估计她可能是希望 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嘛 但是她明显比以前胖多了 然后那边是一些华人 在卖食品 哦 那个洋人女人在看 在买啊 挺不好的 然后后来 说着说着 突然我妈妈 用手指头去伸到嘴里去扣牙 我说哎呀 我说你怎么用手指头扣啊 我说都是病毒啊 我说有牙线啊什么的 怎么不用啊 有镊子啊 我妈妈笑了 后来我在拼头堂上 给她买了那种 弯头镊子啊 我就意思说 我妈妈以后 假定你要塞牙了 用这个弯头镊子一夹 就出来了 我这个大牙 左上角这个支持也塞啊 我有的时候 用这个弯头镊子一夹 就出来了 用牙线什么的 哎 不在父母身边 就很难照顾到 我也跟我妈妈说 我说你看 去年你摔伤 肩膀摔坏了 在小区院里走 去取快递 结果摔倒了 这个肩膀照地了 半个月之久 都没有去医院拍片 后来疼醒了才去啊 我说那怎么可能 我就 当时就震惊了 我说怎么可能 不去医院呢 然后后来我哥 我姐说我哥谁说 说妈不去 坚持不去 我妹没办法 所以就没去 一直没去 后来过了半个月 疼醒了才去 结果到医院一拍片 发现肩膀 那个骨头都摔碎了 都出了一个茬 然后也没办法治了 所以我跟我妈说 我说你自己 多长几个心眼吧 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吧 我说一旦你再摔倒了 出问题了 久病床前 无孝子 自己多 多加小心吧 只能这样了 但还能怎么样呢 对子女来说 子女长大了 有自己的生活了 越来越像 那句话 相如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对吧 觉得没办法 一代的人 都是这样过来的 人的爱是 向下一代传递的 往往会忽略上一代 上一代呢 往往最后是 自生自灭 如果社会 有所保障还好 如果社会没有保障呢 那么就很悲惨 没办法 我也在做 这样的思想准备 我跟大宝也说 我说爸爸 以后可能会 在孤单当中死去 我说我并不要求 你和二宝 去陪着我 我说你有你们的人生 爸爸有爸爸的人生 就这样 我觉得我会尽量的 去分清 跟子女之间的 这个界限 这边怎么又有 流了汗了 以前没看到帐篷 怎么又有帐篷了 我会尽量的 2 3 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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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0 15 12